2021赛季,维斯塔潘终于等来了一辆冠军车 经过7年的折服,红牛终于再次在赛车研发上占领了山头 红牛的复兴除了本田对于引擎的亲情投入 也离不开纽维这个公认的天才赛车设计师 又又又又又一次证明了自己在围场内师尊一般的江湖地位 而这如此令人景仰的地位 最重要的根基就是2010到2013年红牛辉煌的四连冠 那么本期我们就来拜吃一下Adrian Newe 学习一下他是如何帮助红牛完成这载入史册的四连冠的 1970年代,在英国德比军的男校Rapton School有三位男生 因为没有异性同学的影响,从而是奋发突强 最终他们改变了汽车行业 他们分别是Top Gear的前执行制片人Andy Wellman 主持人Jeremy Clarkson 以及我们故事的主角Adrian Newe 在英国典子王Clarkson的熏陶下呢 两人先后因为成绩太差而被勒令退学 但神奇的事情是呢 几年后,浪子回头的纽维在1980年也一等学位荣誉 从南安普顿大学航空航天专业毕业 并且加入了菲迪帕尔迪车队 开始了赛车设计师的职业生涯 1992年纽维设计的威廉姆斯赛车FW14B 帮助曼赛尔击败赛纳获得了世界冠军 又在1993年成就了普勒斯特的第四冠 1997年纽维转投麦凯伦 第二年便设计出打败了舒马赫和法拉利的赛车 麦凯伦MP4-13 但舒马赫和法拉利的统治让纽维设计的赛车 在1998年之后的很多年都没有机会再次触碰到冠军的鬼关 那直到2005年 红牛老板马特希茨收购了美洲虎车队 组建了一支由马尔科和霍纳领导大卫库塔哈德作为一号车手的车队 当时红牛采用原美洲虎的研发团队 技术总监是底层技术人员出身的斯泰纳 霍纳对于这支团队并不满意 于是原麦克伦车手大卫库塔哈德向霍纳推荐了麦克伦的传奇设计师阿德里恩纽维 为了将纽维招入车队 霍纳将他毕生所学的撩妹招数都用在了纽维的身上 纽维呢将这段充斥着尴尬和透露的经历是详细的继续在了自己的书中 霍纳与纽维拉近关系的方式呢是偶像剧般的刻意制造偶遇 他等在纽维的必经之路上 然后突然冒出来打招呼 嗨Adrian 然后寒暄一番 到了摩纳哥站 在纽维面前已经混足手脸的霍纳 邀请纽维一起观看刚上映的《星战前传3》 不过这次行动霍纳失算了 因为纽维根本不喜欢星球大战 而且他也没看过前两部啊 伴随着天行者安纳经在岩浆里挣扎的嘶吼 黑武士达斯维达诞生的呢 是纽维在电影院里打呼噜的声音 不过霍纳倒是从这段失败的追求经验里是痛病思痛 最终奋发图强 在2014年居然搞定了Ginger Spice 辣妹Jerrod Hallowell 两人呢于2015年走入了婚姻殿堂 但彼时还很青涩的霍纳 没有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于是呢 这个重担只好落在了专业人贩子 红牛轻讯的缔造者 马尔科博士的身上 在英国站 马尔科身穿黑色皮衣 突然出现在纽维面前 开门见山的便递上了自己的名片 且只说了一句话 I walk for right bull You will give me a ring 之后是扭头就走 但纽维呢 还真就被霸道总裁 马尔科的口头壁咚给彻底征服了 不久之后 他就秘密去往奥地利 派访了红牛的老板马特希茨 等到2005年底FIA的颁奖典礼上 纽维呢 已经做到了红牛的团队里 依偎在了霸道总裁马尔科的身旁 这女神是追到手了 但当女神开始了红牛工厂里的工作 却顿身回忆 纽维加入红牛的第一项工作 是设计2007年的红牛赛车RB3 但他花了将近两个月 才完成了设计初稿 那之所以这么慢呢 是因为每周户车队留下的研发团队 开会风气盛行 那众所周知 一支车队开会的频率 与赛车的速度呢 是成反比的 纽维的设计稿要经过无数次会议 才能通过 在会议上呢 工程师们经常是讨论一些 毫无意义的事情 比如说某一个部件 在风洞里的表现会如何如何 但是呢 那个时候 美周虎车队留下的风洞是一团糟 而红牛的风洞系统呢 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因此 其实风洞的结果 几乎是没有任何参考价值的 而且这些美周虎的技师们呢 对这支红牛车队 并没有什么归属感 这纽维上班的第一天 他的同事居然对他说 Welcome to Jag 纽维认为 这样的团队风气 不太理于研发 于是呢 他找到了当时 把他拉入红牛的霍纳 两个人开始联手 整顿红牛研发团队的风气 他们解雇了三个高级工程师 并且提拔了纽维 从麦可伦带来的设计师 Gills Wood 这个Gills呢 不仅是改变了红牛的工作风气 还一手建立起了 红牛的模拟器系统 在增加沟通效率的方面呢 红牛找到了AT&T 为红牛的工厂 安装了全公司的通讯网络 让比赛的团队和设计团队 可以直接交流 如果赛车的部件出了问题 可以直接通过电话会议 找到相应的研发团队 不仅避免了频繁的开会 还让研发团队 参与到了比赛的实际过程当中来 并且呢 把工厂里所有的捷报标志 都被换成了更大 更红的红牛标志 彻底将捷报的印象 从员工的脑海当中 清洗的一干二净 2008年 原捷报的技术总监斯泰娜 留下了一句Fuck 离开了F1 转向了Nascar 红牛的研发团队呢 就完全围绕着纽维而建立了 那霍娜呢 在人才方面下了血本 所以在引擎方面 自然也是要追候的 2006年 红牛使用五连贯的法拉利引擎 但07年呢 霍娜放弃法拉利 转而选择了05-06年的冠军车队 雷诺的引擎 而小红牛则是依然使用法拉利引擎 但是啊 霍娜这一决策是立马被打脸 法拉利引擎在红牛放弃它之后 居然又变快了 当时大小红牛的赛车研发呢 军事由纽维所在的公司 Rideboot Technology负责 也就是说 2007年和2008年 大红牛和小红牛的设计 是完全相同的 唯一不同的呢 就是引擎 但07-08年雷诺的引擎 还不如法拉利 这两年 他们唯一一场胜利 是由小红牛获得的 也就是2008年的意大利 维特尔驾驶的小红牛 取得的红牛队使的第一胜 这个二队使用 被他们放弃的法拉利引擎 获得了他们的第一个冠军 并且在积分榜上 超过了一队 这对于大红牛 Rideboot Racing来说 是非常之尴尬呀 在年底的会议上呢 红牛老板马特希茨 向霍纳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不过啊 这个2009年 规则大改 对于红牛 尤其是以创新 气动设计建长的纽维来说呢 是一个绝佳的逆袭机会 2009年的新规 对于气动方面 有了较大的限制 这个潜翼呢 必须与车同宽 在潜翼中间 有一个500毫米 不产生下压力的中性区域 也就是观众们熟悉的 大嘴前脸 同时呢 尾翼抬高 宽度收窄 FIA修改规则的目的是 削减下压力 降低跟车的难度 增加超车的几率 但是各大车队呢 都在试图把规则 削减的下压力找回来 这就引起了车队们 对于气动的空前投入 改变最大的呢 是潜翼 潜翼一片的形状下凸 在工作时呢 下表面的气流流速更快 压力更小 在赛车行驶时 上下表面的压力差 就形成了下压力 那利用下压力呢 就可以将车压在赛道上 但在一片末端 不同流速的气流汇合 高压区气流在一片末端 向低压区流动 就在一片末尾 产生了漩涡状气流 被称为一间涡流 2009年新规之前 潜翼宽度 在两个前轮之间 其产生的一间涡流 能够将前轮产生的乱流 带离车身 从而避免前轮乱流 流入扩散器 影响整体的气动效果 而2009年的新规 不仅将潜翼加宽到了 与车轮同宽 使得原有的气动设计理念呢 不再可行 还在中间呢 增加了一段 不产生下压力的中性区域 怎样在新规之下 研发出能够弥补损失的 下压力的潜翼 在各个车队呢 都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纽维的设计思路呢 是弯曲的潜翼端板 让一肩涡流往前轮外侧走 不对后方气动部件产生影响 同时让中性区域的两侧 产生较强的涡流 利用这部分涡流呢 将潜翼乱流带离车身 实现新规之前 窄潜翼 阻隔前轮乱流的效果 布朗GP与红牛的设计思路类似 但是他们的设计方案呢 与纽维的不同 他们不是弯曲潜翼端板 而是在潜翼端板内侧 增加一个翼片 来引导气流绕过前轮 其他车队呢 也在新规之下做出了创新 法拉利的F60 初期采用单翼片加负翼的结构 这种奇怪 且与众不同的潜翼设计呢 无疑是反面典型 果不其然 在2009年的前三场比赛中啊 车队为美冠军法拉利是一分未得 赛季中呢 法拉利效仿红牛进行潜翼改造 开始增加潜翼翼片数量 并弯曲潜翼两侧的端板 除了潜翼的改变以外呢 更窄的尾翼降低了车辆尾部的下压力 那为了弥补这个损失呢 布朗GP 丰田和国联姆斯 利用了新规表述中的漏洞 在车尾发现了一块未被定义的自由区域 于是呢 这三只车队利用这块区域 研发出了那个传说当中神奇的 双层扩散器 这个扩散器呢 是F1赛车下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 它的作用就是把气流 从车身底部抽出 增加车底的气流流速 在车尾呢 产生低压区 增加压力差 从而产生下压力 双层扩散器呢 相当于增加了扩散器的进气口 能吸引更多的气流 从车身底部流过 增加了扩散器的工作效率 双层扩散器的优势巨大 布朗GP在东侧时 比其他的车队单圈都要快半秒以上 而在没有安装扩散器的车队中呢 毫无疑问 设计最成功的就是红牛车队 在澳大利亚 能够参与到拥有双层扩散器的车队 竞争中的是红牛 和赛季出昙花一现的宝马索伯 红牛的维特尔在排位赛获得第三 宝马索伯的库比卡获得第四 他们的前方是布朗车队的巴顿和巴里切罗 正赛中 维特尔紧紧跟住巴顿 在比赛的最后阶段 两人的差距不到两秒 遗憾的是 在还有三圈的时候 库比卡试图超越维特尔 两人发声碰撞 双双退赛 2009年揭幕战 领奖台上的三位车手 均是来自配有双层扩散器的车队 他们分别是布朗GP的巴顿和巴里切罗 以及丰田的特鲁利 到了第三站中国站 红牛打破了布朗GP的垄断 维特尔和韦伯一二完赛 双层扩散器也遭到了多支车队的举报 2009年4月 FIA判罚这一部件合法 红牛的举报无果之后 在摩纳哥站也安装了双层扩散器 但是由于后悬挂和变速箱 与双层扩散器并不匹配 因此呢 他们的升级并没有像布朗GP那样 成绩立竿见影的上升 摩纳哥和土耳其的冠军依然是巴顿 但是由于布朗GP在赛季中 没有资金继续升级 而红牛在纽维的领导下 逐渐研发出更高下压力的气动套件 第八站英国大奖赛 银石赛道呢有大量的高速弯 对于赛车的下压力有极高的要求 而这正是红牛的优势所在 维特尔和韦伯轻松包揽一样 维特尔领先的第三名巴里切罗 整整41秒 在车手方面呢 红牛车队的新星维特尔 加老将韦伯的组合 是围场中最均衡的组合 维特尔作为09年 才被提拔到大红牛的年轻车手 对胜利充满了渴望 而且呢 08年开着小红牛 在萌扎的大雨中 Pull to win也证明了他的潜力 而韦伯作为老将 经验丰富 对赛车的气动表现非常的敏感 2009年德国大奖赛 维特尔反馈轮胎 引擎和悬挂的表现 韦伯反馈气动的表现 通过两个人与车队的合作 红牛在德国再次暴览一二 尽管红牛气动的表现超过其他车队 但是雷诺引擎 然逊于布朗GP所使用的梅塞德斯引擎 在充满大知道的萌渣 维特尔的排位赛紧获第九 前八名的赛车中 有六台搭载了梅塞德斯的引擎 正赛中 布朗GP再次一二完赛 而维特尔紧获第八 而韦伯呢 则是在首圈就撞车退赛 布朗GP开赛的七战六胜 积累了巨大的优势 再加上没奔引擎的优势 即使红牛下半赛季疯狂追进 甚至在倒数最后三战 日本巴西和阿布扎比连打三冠 但仍然以19分的差距 无缘总冠军 但是呢 新规之下红牛出色的气动表现 证明了他们正朝着正确的方向研发 2009年的RB5赛车呢 是红牛真冠车的雏形 也是红牛统治的前奏 2010年 各大车队纷纷开始安装双层扣散器 纽维呢 有了足够的时间 为这样一个强大的武器 配备合适的变速箱和后悬挂 2010年 纽维设计的赛车在风动中 能够产生5G的巨大下压力 这是纽维自1980年 进入F1以来 所研发的下压力最大的赛车 测试的时候 纽维甚至在车上 增加了配重和燃油 让车跑的慢一点 来掩盖他们真实的蜷缩 但是红牛的开局并不顺利 在赫雷兹赛道试车的时候 车手韦伯便指出 他的赛车后轮磨损非常严重 他没有办法控制赛车的尾部 频频出现转向过渡 车队在赛车上安装了侧压口 他们发现 韦伯所言的转向过渡的地方 下压力的确是明显下降 在风动中表现出色的赛车 在赛道上却存在着稳定性的问题 2010年罗斯布朗把布朗GP 卖给了梅塞德斯奔驰 而作为一支刚刚返回F1的车队 当时的梅奔还不具备 能够与红牛抗衡的实力 红牛的主要对手是迈凯伦和法拉利 而与这两支老牌底蕴车队相比 成立仅仅第六年的红牛 在技术管理和策略方面都稍显不足 巴林的揭幕战 临跑的维特尔在第33圈火花塞断裂 被阿隆索马萨和汉密尔顿超越 在第二战澳大利亚练习赛中 车队就发现车轮的罗姆无法宁静 果然在正赛的第26圈 罗姆松动了 维特尔冲出赛道退赛 当年依然略显年轻的红牛领队霍纳 他的能力当时也是饱受争议 与罗恩丹尼斯和多米尼卡利相比 37岁的他依然是经验不足 智能有余 这个坐在指挥墙上呢 紧张的抖角成为了当时F1的一大看点 甚至有车迷嘲讽到 这个霍纳一斗角多输就发笑 在土耳其 维特尔与韦伯的队友内斗 浪费了本能包揽一二的大好局面 再后一手将维特尔提拔起来的马尔科 坚称韦伯应该为这次事故负责 霍纳呢则是从中远场 声称呢只是一次赛道事故 但是两位车手仍然是互相指责 红牛队内的气氛呢变得异常的紧张 在加拿大车队的策略也出现了失误 排瑞赛红牛让两位车手用硬胎刷最快圈 但韦伯被使用软胎的汉密尔顿甩开了0.2秒 红牛将甘位拱手送给了麦凯伦 正赛中汉密尔顿Pole to win 维特尔和韦伯紧获四五 霍纳的领导能力在此后一直是饱受质疑 2013年维特尔违背车队Multi 2-1的指令 强硬超越韦伯 2018年维斯塔潘和里卡多在巴库自相残杀 令车队呢损失了大量的积分 那对于霍纳的能力质疑呢 直到2011年比诺托走马上任 当车迷见识了更低能的领队啊 霍纳的攻关危机才基本结束 而2010年这辆红牛RB6 毫无疑问是全场最快的 他们在前七场比赛中七连杆 但仅获得了三场分战冠军 白白晕掉了很多的积分 那第五战的西班牙啊 纽维对于赛车进行了一次大的升级 对扩散器排气管破风板 刹车导管等部件呢都做出了改变 红牛赛车的稳定性呢有了较大的提升 韦伯赢下了西班牙和摩纳哥两战的冠军 日本战维特尔甘位发车 轻松领跑全场 队友韦伯紧随其后 罗侯维特尔不到一秒 日本战之后 积分榜第四的韦特尔反超汉米尔顿 并追平了与阿龙索之间十分的分差 两人以206分并列第二 韦伯呢则巩固了自己的优势 以220分位列第一 但在韩国战 积分领先的韦伯在第19圈 赛车打滑冲出赛道 维特尔在第45圈 领跑曝纲 阿龙索拿下冠军 汉米尔顿第二 这一战让红牛车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 阿龙索反超韦伯11分 占据了积分榜的榜首 维特尔则再次被汉米尔顿超越 落回了第四 尽管倒数第二战巴西 红牛再次是包揽一样 但是阿龙索依然领先了韦伯 8分领先维特尔整整15分 最后一战阿布扎比 法拉利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韦伯的身上 在这条一天的赛道 阿龙索希望通过进战策略 抢在韦伯的前面 法拉利的确做到了 第12圈 韦伯后轮出现了问题 提前进战换胎 第16圈 阿龙索回应韦伯进战 出战后 刚刚好卡在了韦伯的前面 然而战术上的胜利 却是战略上的失败 两人出战后 紧排在第12、13位 生前全都是被进战的慢车 阿龙索距离领跑还未进战的韦伯尔整整28秒 已经被韦伯尔拉开了一整个进战窗口 第24圈 韦伯尔也完成了进战 而出战后 仅仅掉了一个名次 在巴顿的后方 但当时的巴顿还未进战 因此韦伯尔处在了实际意义上的第一名 但只要阿龙索能爬到第五 年度冠军依然是属于他的 但他首先要超越身前的雷诺车手彼得罗夫 于是 这位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位F1车手 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 他整整阻挡了阿龙索38拳 电台里阿龙索与车队的通话 在漫长的38拳当中 把希望逐渐变成了绝望 OK Vember pitted Vember pitted because he said he was losing his rear tires and also Vetel in front he's losing time on Hamilton so doesn't look too bad Great situation We are safe in force OK We need to pass the Renault in front because we think he's not gonna stop again he won't stop again so we'll need to pass him OK so our championship now is in passing Petrov and Rosberg we can do it 30 laps The chance Vetel will win no no at the moment Vetel will win so this is the final lap this is the final lap 最终 阿龙索和韦韦博一七八名完赛 而韦特尔遥遥遥领先 拿下了世界冠军 实现了今天大逆转 超越阿龙索四分 成为了最年轻的世界冠军 红牛也拿下了制造商冠军 这支年轻的车队 开启了长达四年的统治 2011年 FIA认为双层扩散器 产生的下压力过大 将其禁止 而纽维要做的呢 就是把这一部分 丢失的下压力 给找回来 当时红牛车队 使用的雷诺引擎 虽然动力稍迅没奔 但是他们引擎的特殊布局 给了纽维 研发热吹扩散器的空间 这个热吹扩散器的基础原理呢 是利用引擎排出的高能废气 来制造下压力 纽维将这部分废气 引导至了扩散器 以增加扩散器的气流 来制造更大的压力差 从而产生更大的下压力 当车手们在踩下油门时 引擎产生的废气流入扩散器 赛车呢 便获得了额外的下压力 在弯道中 由于引擎的特殊布局 当车手短暂松开油门时呢 引擎依然工作 排气管能够持续向扩散器输出 高能废气 赛车在弯道中 依然能够获得稳定的下压力 这是红牛在2011年获胜的关键技术 这辆被维特尔命名为 Kinti Kylie的RB7 依靠热吹扩散器 成为了名副骑士的火星车 在19场比赛中 红牛拿下了18个甘位 12场分战冠军 维特尔提前4战 拿下了2011年的车手总冠军 但是FE素来有黑科技 活不过一年的历史规律 很快2012年FAA就针对红牛出台了限制措施 禁止热吹扩散器 但纽维对于赛车的设计思路并没有改变 仍是让排气管排出的废气 尽量多的能够进入扩散器底部的空间 来制造额外的下压力 因此2012年的纽维盯上了排气系统 红牛和麦凯兰首先都想到了 通过改变排气管附近底板钩槽的设计 以改变气流的流向 但在具体设计上略有不同 在2012赛季初期 麦凯伦的排气系统更为成功 迅速成为了围场的主流设计 法拉利和梅奔也纷纷效仿麦凯伦 2012赛季前三战的分战冠军 分别是麦凯伦的巴顿 法拉利的阿隆索和梅塞德斯的罗斯伯格 而红牛初期的排气系统 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尾部的下压力极不稳定 这对于维特尔这样偏好晚进弯 需要极大的尾部稳定性的车手来说 非常的挣扎 在第三战中国战 红牛甚至把维特尔的排气系统换成了RB5的版本 而维特尔也只拿下了保守的第五名 落后了罗斯伯格和两辆麦凯伦 甚至是自己的队友韦伯 现在摆在纽维面前的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像法拉利和梅奔那样 采用麦凯伦的排气系统布局 另一个呢 是坚持自己的研发路线 纽维评估了两种排气系统的效果 最终决定孤注一掷 按照自己的路线继续研发 那瓦伦西亚战之后 显著的效果 在之后的英国战 韦伯拿到了第一维特尔第三 这是2012赛季两位车手第一次同时登台 下修期前的最后一战熊压力 维特尔取得了第四 积分榜上落后了阿龙索42分 但下半赛季的第一场比赛比利时战 格罗斯上制造了一起巨大的装车事故 维特尔的两位主要竞争对手 阿龙索和汉梅尔顿 均被减入事故当中不幸退赛 而维特尔和阿龙索的分差缩小到了24分 但命运是公平的 在下一战意大利 剧情与上一战十分相似 只不过主角掉了个个 阿龙索和维特尔起步的位置正好相反 阿龙索第十 维特尔第五 阿龙索神级起步上升了四个位置 来到了维特尔身后 在比赛的后半段 阿龙索的主要竞争对手 维特尔 韦伯和巴顿 均因为赛车故障退赛 阿龙索拿到了第三 将他和维特尔的分差 又被扩大到了37分 但在之后的新加坡 日本 韩国和印度 维特尔势不可挡 连拿了四个冠军 最后一战之前 已经反超了阿龙索13分 在巴西收官之战 本来握有极大胜算的维特尔 卷入发车事故调制队尾 在雨中 从队尾一路超车到第七 这时在他前方的是迈克尔·舒马赫 而第三的阿龙索 经过队友马萨的让车 已经来到了第二 舒马赫是纽维的老对手了 1994年 纽维在威廉姆斯 目录了舒马赫和 达蒙希尔的冠军之战 1998年 又在麦凯伦 经历了哈基尼和 舒马赫的多次较量 所以呢 当维特尔来到舒马赫身后 过往的记忆 涌现在了纽维的脑海里 他说自己 甚至脑补出了 舒马赫阻挡 维特尔的方式 但这一次 车王 让出了赛车线 帮助维特尔上升一名 最终 维特尔以三分的优势 又一次 在最后一战 羁绊了阿龙索 拿到了第三个世界冠军 由于2012赛季不屑的优化 到了2013年 新车几乎没有什么需要改动 纽维呢 仅在几个地方 进行了小的升级 彼时的维特尔 奉上了赛季最后九战 九连胜的神奇表现 直到现在 霍娜也认为 2013年维特尔的九连胜 是他看过最神奇的表演 而年仅26岁的维特尔 也以四个世界冠军 并列F1冠军数的历史第三 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大家就很熟悉了 2014年 进入了V6的混动时代 雷诺的引擎 与煤奔的差距过大 霍娜 马尔科和纽维 找到了雷诺的老板 卡洛斯哥恩 他承诺 雷诺会加快研发 追赶煤奔 但是没过多久呢 这位CEO却自身难保 躲在大提琴箱里 从日本潜逃的故事 倒是全球闻名 但这并没有让红牛安心 他们又试图 与煤奔和法拉利谈判 但这两支车队呢 都不愿意为红牛 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 提供引擎 之后 红牛想到的解决方案 是自己研发引擎 但那个时候 因为费用实在是太过昂贵 马特希茨并没有同意 纽维在系动方面的天台设计 并不能弥补引擎的劣势 2014年末 红牛比煤奔少了将近300分 在2015年 又被法拉利超越 红牛的优势逐渐衰减 红牛能够成就 混动时代之前 最后的四冠辉煌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各家引擎差距并不显著 而纽维的气动设计 则是优势明显 但如今 随着纽维的功臣名就和地位 我也从不同的角度 了解到了一些同行 对于纽维不同的评价 说他工作上 其实非常不好合作 基本是不欢迎讨论 只能遵循他的命令 而他的想法呢 却也并不是一时而终 设计要求 经常是一天一个样 结果呢 就是最终都是手下一批 真正负责的人在擦屁股 推进技术极限的竞争环境之下 这种工作方式 失守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也不容易培养和留住人才 那如今 各家的引擎实力又一次趋于接近 并伴随着22年的气动规则大改 这与2009年的情况是极为相似 在梅本开始走下坡路 卧法依然已完的情况下 纽维设计的红牛 能否再次缔造一个王朝呢